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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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播出烏雲密封 注絲馬跡被我記錄 掃起 掃落 起起伏伏 世間萬無為我併護 殺草耀義 對手角力 堅忍安忌 令化暴慾 成縣出惡 出江浮弱 能源情仇 江湖道義 走過刀山火海龍湯湖血 被黑風高我的光芒照亮了午夜 真相的火焰 在我腦海浮現 陰謀歸計無法左右我的主見 任我一朝一世刀光盡陰現神通 粗暴安良為國威名我的下課夢 雨淋到不同 把我傷不動 笑傲江湖像令狐裝 讓我鬧天空像孫悟空 小龍虎毫無功 刀劍在我手 無愧於天地 藏身為我救 守護江山翻壁 衛霞這大修煉在徒步之下 徒步是我兵馬不輸我的腹下 建復不知大 要學會放得下 沒所說的就是 你是我的你別拿 衛霞這大修煉在徒步之下 徒步是我兵馬不輸我的腹下 建復不知大 要學會放得下 沒所說的就是 你是我的你別拿 當我放開未始終的這一夜 勢必揭開隱藏著的這一切 當我翻開禮詩書的這一夜 勢必揭開隱藏著的這一切 拿損 來看看哪 你說啊 這個丫頭和咱姚光一樣的 這娃都抱上了 咱姚光呢 天天不務正業 到現在我連個外村都抱不上 口不口 老四啊 著什麼急啊 姑娘嫁出去 那就是人家的人了 她能在家多待幾年 那不就能好好孝順你幾年嗎 就是啊 對呀 孝順 這丫頭啊 要是不給我氣瘦啊 我就燒高香了 你看那個 這怎麼回事啊 那不是 這是怎麼回事啊 妖光 來來來來 大伯 二伯 三伯 爹 五叔六叔七叔好 好 妖光 你這丫頭 竟然找了一個 跟那個小子長得一模一樣的男人 六叔你什麼眼神啊 就是太歲 是他 是他 太歲 對 他不是已經 已經什麼呀 他是 他是執行秘密任務了 假裝死掉 然後現在執行完了 回來了 對對對 那你當初哭那麼傷心 他一把鼻涕一把累的 我因為 因為我秘密任務嘛 我也不知道啊 什麼任務這麼秘密啊 都說了是秘密任務了 怎麼能告訴你們啊 不跟你們說了 我先走了啊 我帶你來歇歇 好 來來來來來 姚光 那個是什麼 那個 對 四哥 我瞧這小子傻不拉機的 你真願意把女兒嫁給他 姚光他自己喜歡 我有什麼辦法呀 再說了 咱們家姚光 那就是一個大殺氣 誰家公子敢上面提親呢 咱們老曹家總不能 自己嗝去給女兒提親吧 也是啊 兒孫自有兒孫福 別煩心了 拿拿 走啊 走走走走走 我好像又突然想起一些事情了 你想起什麼了 你的那幾個叔叔 是不是也打過我 所以我就說嘛 只有你對我最好了 那是 所以說呀 你要對我好 這氣派 讓一下 讓一下啊 讓一下啊 啊 哎姚光 這些都是什麼人啊 北書前史來朝了 北書人 那他們穿的 怎麼跟咱們宋人差不多呢 我爹爹說 北書人上層人士 都是穿漢服寫漢字的 他們以為好 他們還甚是崇尚過中途文化呢 哦 原來是這樣 妖光 你女兒可真多 走吧 然後他給你 你老吃 我爹 尼福 賂 你瓶 很辛苦 辛苦了 这是我朝皇帝陛下 敬赠宋国皇帝陛下的礼物 每玉三百方 明珠九十颗 另有骏马三百匹 贵国皇 有心了 国师远来辛苦 再歇息两日 两日后 朕亲自设宴 为两位贵使接风洗尘 谢陛下 贵使初来乍到 驿馆可还住的习惯 陛下 城中驿馆虽然精致 但外臣习惯了空旷之所 不免有些憋闷 所以想在城中自行择衣住处 还望陛下恩准 原来如此 但 贵国使是客人 朕怎么能让你们自寻住处呢 那有劳贤王 把贵国使们安排在鼓吹台吧 鼓吹台那里风光优美 住处也宽敞 定能令贵使们满意 谢陛下 谢陛下 太岁真的回来了 不过还没多说几句 就被摇光拉走了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啊 闻曲宫我说起时 我还不敢相信呢 回来就好啊 冬眠前辈 太岁 你终于回来了 这个人是谁啊 前辈 他这里有点没太恢复 有些想得起来 有些想不起来了 无妨无妨 不着急 慢慢来 太岁 明日你随我一同进宫面见陛下 陛下十分想念你啊 可是太岁他的秘密 到时候自然会有一番说辞 你呀 就是关心则乱 太岁啊 明日我带你去一个有趣的地方 到时候不要乱讲话 我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哦 哦 好 陛下 杜明先生求见 陈 参见陛下 免礼 冬眠先生 太岁呢 你不是说他还活着吗 我 不可无礼 真是当今圣神 还不快快行礼 不用 不用行礼 朕喜欢他 他还救过朕的性命呢 以后啊 只要你进宫 咱们就以兄弟相称 执兄弟之礼 陛下 万万不妥 这有什么不妥的 难道朕的性命 还不值一生兄弟的称呼 这有什么不妥的 行不行 ame 这就是 以来 别义 ix 是 有什么事 什么喜事 看你高兴的 什么喜事 看你高兴的 第一件 母后可还记得一年前得妙作乱 曾舍身替孩儿挡毒针的太岁 是 记得怎么了 她没死 她当时只是受了重伤 硬是靠墓中的祭品还了下来 后来跑出来了 竟有此事 她近日才恢复健康 只是脑子还不太清醒 我今天见过她了 母后 你猜第二件喜事是什么 你这孩子 别卖关子了 昨天啊 北书国使者初使我国 给咱们带来了美誉 明珠和宝马作为礼物 这两年两国的关系越来越融洽 能够西哥指战 百姓安居乐业 岂不是一件大喜事吗 我虽如此 防人之心不可无望 这个我知道 母后 还还有些事情 您早点休息 这孩子 陛下秘制 明我贝斗斯 密切关注北书使者的动静 但若北书人 并无恶意之举的话 切切不可冒犯 以免伤害两国的关系 这件事情 引光你来负责 好 方才 我交代给你的空丧派一案 应该和背后的内装秘密有关系 你和姚光去一趟空丧派 且看狄陵子和玄玄子都查出了什么 朝廷的意思 不妨也让他们知道吧 是 到了 就是这里 请 好 来 他们究竟在找什么呢 我也不晓得 不过 他们一定是在找一件很重要的东西 他们这两天 把冲玄平素打坐的静式 还有卧室都翻遍了 那平道就先行告退了吧 请 你们来了 怎么样 你们这边有没有什么发现 我师傅呢 我去找我师傅了 他算 小庄 由他去吧 在这灌里还怕他跑丢了吗 只是我们现在也没有任何的发现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碧游峰一定有事情 地灵子和玄玄子有问题 他们的秘密我们已经知道了 坐下了 凯旭 你怎么在这儿 师傅 我是特意帮你拿的 这 师傅 师傅 这 别动 莫非 这就是冲玄藏东西的地方 不错 可现如今 东西已然被盗啊 不知道两位前辈说的是什么东西 这 这里有机关 原来冲玄 把他的宝贝 藏在人人都可以来到的地方 这真是太巧妙了 此处 人人都在跪拜 而这底下竟然藏着一个这么大的秘密 什么秘密啊 好不好玩啊 这 就要问两位前辈了 两位前辈 你们二人 无需隐瞒 实不相瞒 我们知道你们在找什么 你们 都已经知道了 那个东西 空桑派一份 毕游风两份 其中 还有一份 在我北斗司对不对 嗯 你们毕游风 当然是希望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而此事 不单单只是毕游风之事 而涉及到天下设计 千万离数 如果二位前辈有所隐瞒 恐怕后悔莫及啊 唉 我们原本以为 若能找到那件东西 此事 尚有挽回的余地 可事到如今 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啊 事关重大 需得请天子决定 不出太后所料 冲玄之死 确实与推背图有关 会有部分图案的铜牌 已消失不见 如果那人 再得毕游风的两块铜牌 四得其三 难保不会推敲出藏宝之地 届时必定天下大乱 让毕游风交出铜牌 臣 领旨 当年太祖曾向毕游风所要有关 推背图的两幅铜牌 可是被毕游风拒绝了 我们此番上山 见机行事吧 前辈 卑职不解 这毕游风 要着推背图也没什么用 为什么要执意留那两幅铜牌呢 如果 你有封家书 是祖上传下来的 但它并没什么用 别人向你所要 又以重金相购 你肯卖吗 为之明白了 若这推背图只是个纪念物 那也就罢了 可它偏偏霍乱天下 朝廷不会任其在外了 你看这小子还真是 小兔兔 小兔兔 太帅 你去哪儿 你们先走 我就追他 都加小心 师兄 随他们去吧 走 这小子 小兔兔 太帅 小兔兔 别跑小兔兔 太帅你别跑了 等等我啊小兔兔 小兔兔 太帅 小兔兔 等等我 太帅 太帅 小兔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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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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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 兔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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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兔兔 你以为我会为了你们两个 平水相逢的人 获上自己的性命吗 太子 贵啊 从今天起 你正式成为我们北斗司翼 混蛋 我喜欢你 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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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太子 你醒醒 太子 你别吓我呀 太子 太子 你醒醒我什么都听你的好不好 太子 太子 你醒了 这是哪儿啊 这里是哪里啊 我的头好痛啊 你吓死我了 你真的吓死我了 我 我没事 我的那个小兔子呢 小兔子跑哪儿去了 太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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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个小兔子 你没事你想跑什么 太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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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我的 小兔子呢 还兔子呢 师父养你这只顽劣的猴子 都已经够操心的了 还兔子呢 我想我把你变成小兔子 以后小心点 听到了没有 不然还要拧你耳朵 我碧尤峰和你大宋太祖皇帝 曾有一个君子约定 朝廷不逼我碧尤峰交出推背图 我碧尤峰保证推背图 不会再闻事 这由我大师兄陈团 将藏宝地图分成四份 然后铸成铜牌 由四方保管 怎么 你们要食言吗 今时不同往日 由空丧带保管的那副铜牌 已落入歹人手中 四面铜牌 只得其一又有何用啊 如不出我所料 歹人下一个目标 就是避游峰 你是在怀疑我们避游峰的实力吗 难不成你们北斗司 对自己不放心 怕自己收藏的铜牌 会出现问题不成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洞明不敢小视 天下英雄豪杰 又岂敢辞夸 那铜牌在我手中 一定确保安全 可若北斗司 保存了最后一副铜牌 其他三盘铜牌 已落入歹人手中 又安置歹人 不能推算出残缺的部分 望两位前辈 以天下苍生为重 交出铜牌 由皇室保管 师弟 这两个铜牌 在咱们手上而言 只是负担而已 不如我 如今四面铜牌 你们北斗司握有一面 歹人握有一面 其他两面 分别在我跟我师兄手里 倘若我二人把铜牌交与你北斗司 歹人得逞的话 岂不是凑齐了四面铜牌 哪个更危险呢 说白了 还是皇帝不相信 我们这些江湖中人 可是话说回来 我这个江湖中人 也不太相信朝廷 保管他的实力 师祖手计怎可交与他人 你是碧游风主 我让碧游风人失望啊 师弟 师祖 来 师祖 搜 你要同我讲什么 师祖 那个推背图 你应该不想让他问世吧 是啊 那么师祖 那您为何要自己保管他呢 把他交给朝廷 岂不是更加省心 你现在年龄还小 有些事情你不明白 好好学习老夫教你的折龙心法 等你活到老夫这般年龄 你自然就明白了 太孙 你出去玩吧 你出去玩吧 徒孙告退 师兄 从我们相识到现在 师弟 有多久了 八十八年了 八十八年 八十八年 朝廷要找推背图 或是利用 或是悔之以据 自然有朝廷的道理 咱们想让他静静地躺在 祖师存放的地方 直到地老天荒 是我们必由风人 一代代地坚持 师弟 我身为义工之主 之前 未免顾虑太多 无论如何 都不要影响了 我们师兄弟之间的感情 师兄 方才 是我脾气不好 咱们都是八十多年的兄弟了 何必说这样的话 你安心修行 朝廷方面 我来对付 师兄 不必多虑 诸位 老夫刚才跟我师弟天规子 已经仔细商讨过 推背图 乃是我祖师留下的遗物 祖师把他藏起来 就是不想让他面世 也不想让他销毁 我们作为后辈 不能违背 我祖师的遗愿 所以 我跟师弟天规子的铜牌 不能交还于你们 前辈 但是我地藏可以向你们承诺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就不会让坏人得逞 不会让他们从我手中夺走铜牌 请朝廷放心 如果说你们非要词毁我大师兄臣团和你们大宋太祖皇帝的君子协议的话 那我地藏也无话可说 我毕游风就在此 你们尽管派兵来吧 那怎么办 前辈之意如此 晚辈甚是遗憾 但毕游风与我皇室渊源甚深 又与我北斗司有着莫大的关系 晚辈 岂会向毕游风动手 我只能如实禀报天子 告辞 且慢 老夫虽然不能交出铜牌 但是 孔桑派和我毕游风一向交好 崇玄在临死的时候也向我毕游风求援 我毕游风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帝领子玄玄子 帝在 你们二人同洞明先生一起下山 查找杀死崇玄的凶手 帝子遵命 晚辈告辞 我北斗司内不能留客 诸位就先住在这儿鼓吹呆吧 待我禀明天子之后再与诸位相见 那有劳动明先生 妖光 姑娘 太子 你就好好待在这里 不许淘气 跟我回来带你出去玩 好 告辞 不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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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此人是 此人名叫淳于风 是下周李德明派来朝贡的 东来李德明一向桀骜 如今对大宋朝廷竟然如此公顺吗 本朝今年改元 陛下加封李德明为西平王 李德明自当应该前使夕恩哪 王爷 在下北书使者陆范 不知足下使 在下淳于风西平王麾下 一名巫师 久仰久仰 客气客气 师兄啊 我想进修一会儿 那我就自己住了 好 师弟 你也早点歇息吧 好 走了 太岁啊 你就住这个房间吧 刚才栋明先生说了 这鼓吹台可住了外室 你可千万不许乱跑啊 要不然会被官府捉去打屁股的 臭小子 你怎么不坑一声啊 师父还以为你又溜出去了 师父 你为何 不叫徒儿不死儿了呢 过来 你这孩子 师父说过多少回了 以后不许再提不死儿这三个字 你就是不听 你要是再不听 师父可要揪你耳朵了 师父 你小时候 一直都是叫我不死儿的 直到有一天 渊源子世书 带着他的徒儿得妙 找到了你 这一切都变了 从那儿以后 从那儿以后 我一醒来 我就一直找师父 可是我一直找一直找 我都找不到师父你的尸首 我一直都相信 我相信师父你肯定还活着 可是 我慢慢长大 这个希望 就变得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师父 你走了之后 徒儿就是一个孤儿了 再也没有人叫徒儿不死儿了 太岁了 你都记起来了 那天 追兔子坠入山崖 一切的一切 我都想起来了 师父 请受徒儿一拜 不死儿 我的不死儿 师父 你终于记起来了 我都记起来了 你终于记起来了 师父 徒儿好想你 师父 师父 你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来啊 这里私下无人 说话相对安全一些 可是 咱们的住处只有地灵子师叔 师父 难道连他都不信任 徒儿啊 如果可能 你的不死之身的秘密 师父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师父 徒儿想知道的是 你是想知道 师父为何没有死 又为何离你而去 为师也是不得已啊 为师也是不得已啊 如我只剩若倒影 谁管我们是否只剩红尘就此 谁推开那伤空门找找无知 如梦如幻影 如我转身离断青丝 心火不灭了其实 才说醉生梦死 狼套尽多少英雄 终小时还突年旧日谈 不不两成不忍辱 本无憾谁的英雄 往事爱恨皆无知 愿来生无憾我名字 愿来生无憾我名字 心火不灭了 即使才说醉生梦死 狼套尽多少英雄 终小时还突年旧日谈 不不两成不忍辱死 本无憾谁的英雄 往事爱恨皆无知 愿来生无憾我名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